再来看到高雄有女子去年在某妇幼医院装了避孕球 半年过去突然出血送医急救 当下被验出已经怀孕 这出院之后呢 她想跟安装避孕球的医院索讨医药费等七万多块 却被院方打回票 让她非常不满提告过失伤害 这颗叫做避孕球 高小姐才装半年而已 就从身体取出一切的过程 让她从鬼门关前走了一回 我目前都是不相信任何避孕效果了 高小姐去年在高雄某妇幼医院装了这款 当时刚上市没多久的避孕球 结果半年时间过去 突然下体大量出血送往医院急救 休克半昏迷 抽血竟然验出她怀孕了 医生一度说得拿掉子宫 否则出血会更严重 幸好最后刮除肿坏后才顺利保住性命 她向妇幼医院求偿医药费 以及坐月子费用 还有最低薪资等 总计七万七千多 却吃了避孕羹 高小姐原本申请调解 也向卫生局投诉 指控院方不闻不问 最后提告过失伤害 无法接受医院 只退还避孕期费用八千八百元 不过院方面对患者指控则回应 统计上来讲大概百分之九十七到九十九 所以说基本上刚好高女士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当然这个也是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访单的话是请她们两个月后 回来再造超人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一年再追踪一次就好 那刚刚高女士她是 后来就没有回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她的情况 院方强调替高小姐妆的避孕器 是合法医疗器材 而且本来就有一定风险 如今对方提高 也只能交由司法认定 接着郭旭辉 SIG 高雄报道